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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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想問大家在在有沒有哪位是不能喝奶的? 可不可以用一個很辛苦的眼神看一看我? 對了,收到了,真的有人不能喝奶 那為什麼奶一樣這麼有益的東西? 好像我們一定會消化到,我們會想到這樣 但是喝不到奶的人,可能你已經幻想了乳糖不耐症了 首先要清楚了解什麼叫乳糖不耐症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看看我們的乳糖是怎樣消化 牛奶的主要成分就是乳糖 而這個就是我們小腸的構造 這個是小腸細胞 當我們身體接收到乳糖的時候 乳糖,身體裡面有一個蛋白質,叫乳糖霉 它就可以將乳糖消化,變成葡萄糖 它本身的分子很小,非常簡單 所以它們能夠穿過這個小腸細胞 直接入這個微絲血管 通往全身輸送這個能量 那好了,說了這麼久 有乳糖不耐症究竟是什麼呢? 乳糖不耐症就是亞洲人 尤其是亞洲人 他們沒有足夠的乳糖霉 或者他們沒有足夠的乳糖霉去消化他們的乳糖 那有什麼問題呢? 這些乳糖我們不能吸收得到 而當它團積在腸上面的時候 這些乳糖就會被細菌所發酵 就會產生氣體 我們就會放臭皮 或者這些乳糖就會轉化成其他物質 抽走了腸上面的水 導致我們會有吐射的 那好了,牛奶一直以來被媒體 都是標榜成為一個健康、有益、又好吃的飲品 但是為什麼牛奶這些鮮為人知的秘密 是不讓人知道的 尤其是媽媽呢? 很多媽媽都以為給牛奶BB仔 喝是一件非常有益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乳糖 因為BB仔的消化系統 未夠成熟 足夠去消化這個乳糖 這些乳糖囤積了在這個小腸裡面 BB仔就會很容易肚餓或者受細菌感染 如果想維持減低這個餓的情況 我有兩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減低去進食一些高乳糖的食物 例如麵包、cream、雪糕之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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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